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还有米切尔 林德萨和权势主帅施奈德都相信球队可以重新调整好阵容 杀回到西部前列 但坦白说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米切尔可以打得那么出色 多诺瓦就像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 他每天都在进步 林德萨说道 关于米切尔没有多少上升空间 这样的乱调始终都存在 但他已经足够证明了自己 他可以吸引其他顶级球星的加盟 如果说爵士在海沃德的运作上出现了失误 那么米切尔给了他们第二次机会 如果米切尔按照这样的趋势打下去 爵士根本不需要谈判 就能在2020年给他开出一份顶级合同 他的发展前景比半年前的海沃德要更好 爵士管理层也给了米切尔更多的支持 以确保球队能够精神息不四强 老实说 我们从来都不去回避自己的失误 林德萨说道 我们进行了许多反省 正在不断学习 球队老板非常支持我们 翻新了球馆 更新了训练设施等等 是的 是处海沃德对爵士来说非常心痛 但这并不会摧毁球队 焦虑和沮丧已经成为过去 是时候向前看了 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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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目